加拿大,加拿大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孟晚舟这个引渡听证案啊,现在正在加拿大进行 那么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呢,这个听证会呢,一听啊 要听到星期五,要听很多天啊 他这个司法程序啊 就是这么细致啊,这么点事要听到星期五 那么呢 前一两天呈现出来的信息 那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 孟晚舟这个在这个视频中,在照片中都显示出 心情比较好啊,有一个照片拍的是 向天的那种在 在那微笑的那个照片啊,拍的真好啊 所以说 是不是他的心情大好 那么心情大好为什么呢? 就是他的这个,他在加拿大花,应该是花了大钱 请了一个,我们叫做孟兹队律师队伍 那么这个律师队伍呢 第一次出场呢 基本上就是想把这个引渡的这个 法律理由给你来一个颠覆 那么你现在问题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 简方认为,华为在与伊朗开展业务的新冬关系问题上呢 孟晚舟 在跟银行谈情况的时候呢 你撒了谎 你没有说到真实的情况 就是 华为和这个星空的公司 是什么关系 因为这个新冬公司 在这个 跟 伊朗做生意 美国呢 又有一个制裁伊朗的一个 这样一个 法律规定 因此呢这个东西啊 金融欺诈和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制裁呢 那么就搅得一起来了 那么这个 孟晚舟的律师的思路是什么呢 他说 这个 核心 就不是金融欺诈 而是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那么现在美国想 通过这样一个引渡案件呢 强迫加拿大跟美国一起 参与到 对伊朗的制裁 那么加拿大并没有参与对伊朗的制裁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 不是双重犯罪 你美国打伊朗 我加拿我不打呀 因此呢这个没有关系 从这个角度上呢 不应该是双重犯罪 另外如果没有对伊朗的制裁的话呢 那么诈骗案也不成立 因为这个你 说他是诈骗是因为 这个星空跟伊朗做生意 因为星空做伊朗做生意 导致美国的银行机构 如果让华为介入的话呢 美国的银行机构会被处罚 所以说 等这个法官问 如果孟晚舟在加拿大向一个银行说谎误导 是不是能被定欺诈 然后他律师什么说呢 即使是在美国构成犯罪也和加拿大无关 另外呢 肺负银行 不会 存在财务损失 那么呢 在加拿大呢 欺诈 欺诈的权力 也不能 也站不住了 所以说这个话题呢 我们先听听 王君涛博士 你怎么看 孟晚舟 这个 第一场引读案 实际上我们先说呢 孟晚舟 这个引读案是起源于美国对孟晚舟要进行刑事起诉 他的刑事起诉的理由是呢 就是 在美国对这个 对这个 伊朗进行制裁之后 美国所有公司必须服从 如果美国公司 或者跟美国有关的公司如果没有服从的话 那么美国将对他进行制裁 将对他进行处于法管 甚至刑事上的追究责任 那么呢 孟晚舟 在对汇丰银行进行欺骗之后呢 如果这个被查出来 汇丰银行等于卷入伊朗 那么汇丰银行会被处罚 所以呢 孟晚舟犯有欺诈罪 所以要抓孟晚舟 那么让加拿大引渡 那么加拿大引渡 那个孟晚舟的律师呢 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引渡法规定 只有在加拿大也会因为这个问题定罪的时候 那么才可以去引渡他 如果要是不能被定罪 你就不能引渡 为什么呢 那你不能比如说在中国 因为他贴这个 他给习近平的像脱了墨 那么他跑到加拿大来了 中国说他违背中国法律了 所以你就要引渡回去 那么加拿大就说 对加拿大看这是一个基本人权 那么我当然不能送回去 所以 在两国法律差太大的时候 特别程序上法差太大的时候 一般双方之间不定引渡法 而已既是定了也要有保留条款 就是说在这个如果假如这个行为在我这个国家不构成犯罪的时候 我不引渡 否则的话 我的司法完整就是我抓一个人的这个司法完整就受到了破坏 就是别的国家可以在我的境内去定罪 就在我的境内的人给他们定罪 他说他违背了他的法律 我就得把他送去 因为我要用我的国家的暴力强制机构 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判决 其实这有点像香港的反送中 送中就是说呢 大陆 本来香港司法是独立的 但是现在有个送中条里 大陆定了罪之后呢 香港就得送 那这样就变成了大陆在香港事实上进行了司法裁决 那么 所以呢 孟晚舟的这个首先强调一点 在美国构成犯罪 如果加拿大不构成犯罪 那么这个不能被追究罪 所以说呢 接着就回过来说呢 孟晚舟的这个罪底是双重犯罪 才能定罪 什么叫双重犯罪 第一 那个公司在 他是违背了 比如对肖伊朗的这个事情 他违背他犯了法 所以他要 如果他一旦犯这个法会受美国制裁 第二 孟晚舟欺骗这个公司 会导致这个制裁 所以这个双重犯罪如果成立的话 那么 那么他说呢 在加拿大呢 不会因为这个公司 给这个伊朗出售东西 就这个银行介入这个事情 受处罚 所以孟晚舟的这个事情 不构成这个犯罪 就他双重犯罪是不成立的 那么法官问了一句 这个其实你说的法 其实我法官问两句 问的第一句说呢 那么他如果向美国在加拿大境内 对美国去对这个银行 欺骗的话 说了不识之词 是不是呢 他说呢 这个他的律师说 这个也不是 他不会造成损失 但是这个法官又追问局 比如说他如果掩盖了一些真相 不管是什么 他就如果不是说什么跟伊朗公司关子 如果你要是银行 因为银行是要求你说实话 如果你说了你可以不说话 但如果你说了瞎话 比如你骗保了骗贷了骗了贷款或者导致银行这个就是说你对银行说假话本身是可能导致银行损失的那么他用别的连带性的你考虑过没有他可以给这个银行带来损失他是不是就真的他就不是双重定罪就单重来说这件事情会不会可能是犯罪他让对方所以当时有的媒体就评了说这个法官事先呢是有一个看法的这个就说这件事情欺骗银行本身 他是可以引申为一个罪的他是有可能导致对这个银行不利的一些后果的 嗯好了这个王君涛先生进一步澄清了啊庭审中的一些关键的细节 陈国祥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啊引渡案的这个庭审 这王博士讲的非常清楚啊 最关键的就是说这是双重犯罪啊 双重犯罪成立的话那引渡一定可以被同意的 如果双重承认不被啊这个啊确定那么就引渡是有困难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诈骗银行是不是也可以构成这个引渡的条件 那么这就是有争论啊啊因为现在孟晚舟这边他的律师坚持就是美国制裁伊朗 那么啊我们这个啊加拿大没有制裁伊朗啊 所以不构成双重犯罪可是诈骑行为是不是也是两边都共同认定的犯罪行为 如果可以啊共同认定那就是构成一个引渡的一个啊状况啊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争论 那么这是各说呃各的道理但是公说公有理最后看法官的裁决 另外就是加拿大他修订了这个引渡法之后有90%的案件都是成立都是被同意啊这个进行引渡的 所以呃如果从过去执行的状况来讲孟晚舟被啊引渡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啊 啊这是呃从这个经验上来分析了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里头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孟晚舟在跟这个啊金融机构做陈述的时候呢 有没有陈述一些不实的事实这才是关键的如果孟晚舟的孟子队要推翻这个事情的话 他就必须证明啊孟晚舟在城市中真实的描述了华为和星空公司的关系 如果他不能证明这个东西的话等于是他的孟子队绕多大的圈 最后都不能辩护成功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 呃其实不是就是因为这里还涉及到就说 不是说所有的假话比如说我去了银行之后银行说你问我一个问题 我不是说所有问题我都可以回答银行你也知道我有我的隐私 银行就是我的商业我有我商业机密 我不会把我所有商业机密都告诉银行的银行也应该知道自己权限所在 那么其实所以法官在不确定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法官是在做询问如果就是我们不存在双重犯罪 就是单重的这个行为不跟银行说实话 那么会不会构成犯罪因为法官做了一些推测 他说比如说如果不说实话导致了骗贷骗保或者是导致了银行其他的一些 本来你跟我说实话我不会给你的 但是你由于说了假话我给你之后导致我银行损失 那么这仍然可以构成一个欺诈行为 这个事情实际上他是提了一个问题 法官那么所以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可能成立的就这个 因为但是还是涉及到一点 就是说当这个就是还是汇丰银行向孟晚中提供的时候 孟晚中如果提供虚假信息 这些虚假信息会不会用其他目的 这个我回头再说句啊 我们老是对美国有一种崇美 其实美国当然很伟大了 我说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很伟大但是另外美国政府其实挺烂的 这个政府这个政府呢 他的因为美国政府的官员工资很低 他的律师的水准也不高 这个小平你也很清楚对吧 你知道美国最有本事的人不在政府里供职 都是搞法律都是做私人律师 而美国的政府的律师其实的水平都不是那么高 所以他们在炮制孟晚中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呢 他们炮制这个案子不好 如果他们要炮制的好一点 比如要陈小平先生去呢 或者是别的这些比你更伟大的人去的话 法律上更精进的人去 可能就炮制一个可能适用性更广泛的 不会把他绑在一个双重犯罪上 这个我没这本事啊 检察官都还是很厉害的 当然王军涛这个批评是这个角度是另类的啊 他觉得美国这个检察官啊 这个当然美国法界集中了美国社会最优秀的人 然后这个提出孟晚舟引渡案的这个检察机关呢 又是检察机关里面的精英啊 这方面我跟你有点不一样啊 他法界里面 法界里头有精英里面的精英 他实际上要要求引渡沐网州的这个检察官团队 又是精英中的精英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厉害的 那你看就我们就以纽约州为例吧 纽约州也是美国最大一个州 也是历史最悠久 美国州的第一就是想把一些犯罪台和起诉啊 咱们就说黑手党 那就是几次起诉几次让他脱逃 那直到朱利安 你朱利安你成名就在这个地方吗 那是在纽约精英对精英吗 那是开玩笑 对不对 那个你就想吧 我就说我们说 就是说这个律师啊 就是你说因为你说的孟晚舟的孟治团队 我就说美国最优秀人才在私营部门中间 就是你是你的法律界集中了 美国的医学界法学界 集中了全社会最优秀的人 这个我是知道 但是我说就相对来说在政府部门中供职的人 就不如那些在非政府部门中 华尔街那些供职的那个律师厉害 这是我的观点 那么就是说像那个几次脱罪 都知道是他们杀人了 陪审团也知道什么证人啊 什么记者媒体都知道 但是就定不了他罪 直到朱利安你才不能定了罪 好 这个话题呢 因为还在进行 我们可以早着瞧 这个孟晚舟如果这个幸运的话 那么双族犯罪不成立 孟晚舟这个礼拜啊 说不定啊周末可以买飞机票回家了 如果 这个孟晚舟呢要不信的话呢 那么她还有机会继续打官司散诉 那么这个司法过程非常漫长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怎么办 有戏剧性结果也有这个漫长的这个等待啊 就这么两个前景 我感谢陈国祥先生啊 感谢王君涛博士对这个孟晚舟引渡案的这个的分析和看法 也感谢我们网友的收看 这个时候呢还有这个将近四千网友陪我们在一起看节目 那么呢请我们的导播将